周一凌晨,一甲第13轮将迎来本轮的最后一场较量,由祖云达斯主场对阵国际米兰。 双方上仗欧冠联都吃到败仗,不过在一甲中却都处于连胜之中,势均力敌的两队金仗很有可能激战成河。 另外,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 祖云达斯上仗欧冠联主场迎战法甲巨人巴黎圣日门,结果正如赛前预测的那样。 球队最终已输播告终。 至此,今届六场欧冠联小组赛祖季输掉了其中的五场,其中还有完败给海法马卡比这种耻辱之战,球队实力的衰退肉眼可见。 不幸中的万幸,祖季最终还是保住了小组第三的位置,球队还有机会去踢欧洲联赛,这也是他们仅剩的遮羞布。 再来看看祖季在一甲中的表现,前十二轮联赛战罢,球队只录得六胜四和二负的不算出色战绩,他们已经落后领头扬拿玻璃太多,球队如今的目标定位未争夺来界欧冠联资格,无疑更为明智。 艾利尼的二进攻无疑是失败的,虽然修赛七世按照他的思路进行的引员,但无奈运气欠缺,重点引进的保罗、普巴和安祖,迪玛利亚都饱受伤并困扰,加上其他球员也断断续续地受伤。 这让艾利尼一直无法排出心目中的最强阵,球队正选阵容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,无法稳定,这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球员的状态。 阿卡迪奥斯、米利和杜辛 华和玉这两位封线大将经验丰富,颇具入球能力,不过虽然他们是目前对中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,但是状态却不够稳定,尤其是后者, 更是缺少了上赛季大杀四方的灵气。 无论如何,阻击经济在一甲的主场演出还是较有保障的,前六次联赛主场出击取得四胜二合的不败战绩,同时得失球比高达15比3。 本轮面对也存在隐患的国际米兰,阻击保住主场不失问题不大。 阵容方面,后卫马迪亚、迪士基利奥和中场里安度、百列迪斯等人因伤缺阵。 国米上仗欧冠联同样吃到一场败仗,他们在与德甲颁霸败人的较量中完败收场。 不过比阻击幸福的是,这场失利并不影响球队从小组中出现。 但与阻击相同的是,国米经济在一甲中的表现也未如理想,12轮联赛中吃到四场败仗。 目前球队已经跌出前四,主帅S。 恩杀鸡也面临沉重的压力。 作为惊吓的重点引员,罗美禄、卢卡古和拿达禄。 马天尼斯重新搭档原本是最受国米球迷所期待的,但这位比利时球星雀也是伤病不断。 此前好不容易付出却又受伤,考虑到世界杯临近、保险起线、罗美禄。 卢卡古硬不会在世界杯前再出场。 当然,作为上级已经接过国米叫编的S。 恩杀鸡而言,缺少一个罗美禄。 卢卡古也并非世界末日,毕竟拿达禄。 马天尼斯、爱电、迪斯高和祖亚昆。 哥利亚等攻击手可不是新援,他们早已熟悉S。 恩杀鸡的战术体系,这也是国米在最近33仗各向赛事仅有二场未进球的主因之一。 如今国米在一甲中的军场进球数也超过二个,是联赛中进攻力最强的队伍之一。 由于S。 恩杀鸡是一位强调进攻的主帅,纳摩球队防守必然做得不纳摩,完美甚至有漏洞。 现今国米的军场失球数高达1.42个,是排名前9位的队伍中防守最差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最近6次与阻迹的交锋中,国米有4次在常规时间内语之战和。 可见在这种关键大战中,双方的战术都较为保守。 本轮在各自都有弱点的情况下,再次握手言和的可能性较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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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